这个长得像秦王李世民的男人 正是和小鱼无忌一起进入博尔中的小江 然而小江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 那就是天门十二期之一的飞起 他曾看见月龙宣传授无忌武功 因此想要试探一下无忌 可无忌的武功令小江有些失望 竟然不到十招就败在他的手下 眼见已经探不出有用的信息 小江只好收剑入窍转身离去 可小江刚刚回到房间 就发现有人已经等候多时 这人是小江的伙伴雪宇 更是天门十二期之一的白起 你为什么要杀无忌 如果我真的要杀他 他还看得见明天的太阳吧 你最好不要忘记 我们的任务是 不用你操心 我自有分寸 再看小鱼和无忌两人 在博尔庄禁地没有任何收获 认为擒贼先擒王 要调查博尔庄的秘密 就得从庄主宇文普的身上入手 于是两人换上夜行衣 来到了宇文普的书房 试图找出博尔庄的秘密 不曾想小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不小心碰倒了笔架 虽然无忌眼疾手快 和小鱼一起接住了笔架 可笔架上放着的毛笔 掉落在地弄出了动静 很快惊动了门外的守卫 马总管带领博尔庄的护卫 围不起了小鱼和无忌 两人没有逃出多远 便被马总管拦住去路 马总管的武功极其高强 算是江湖上顶尖的二流高手 小鱼这个二流初期 再加上无忌这个二流中期 根本不是马总管的对手 幸好小鱼踢出一框树叶作为掩护 和无忌再次逃窜了起来 马总管一路追捕两人 最后在灵极格追丢了两人 只好进入灵极格搜查 灵极格的主人是一个叫做长春的神医 他的艺术极其的高强 就连宇文普也要里让三分 马总管说明来意 要搜查长春的灵极格 结果不听长春的劝告 被提前设置好的机关 弄得灰头土脸 小鱼和无忌出来 小鱼的心中有些疑惑 长春为何要帮助他们 哎 老师说 你为什么要救我们 因为我懂得看相 我知道你们两个不是坏人 哇 想不到他除了懂做机关 还懂得看相 小意思 小鱼无忌和长春一见如故 当即拉着长春离开博二庄 一起饮酒做了好不自在 长春更是吹嘘自己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除了武功他没有不懂的 并且三人在一起相谈甚欢 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一个时辰后 微醺的三人回到博二庄 遇见了同时期的新弟子左敦 左敦的嘴里不停地喊着鬼火 你说什么 刚刚刚我偷偷去看 你经历是什么样子 还没走到 就看到鬼火 鬼火 怎么鬼火 怎么鬼火 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 左敦身上突然燃起熊熊烈火 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 马总管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用冷水浇灭了左敦身上的烈火 可惜已经为时已晚 左敦已经被烈火烧死 小鱼和无忌没有注意到的是 马总管见左敦死去 脸上竟然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是鬼啊 是净地被烧死的梧桐鬼 回来早替身了 不准乱说 这世上哪有什么鬼 博二庄的庄主宇文普到来 认为世间不存在任何的鬼怪 这件事情他宇文普 一定会查得水落石出 看看是什么人在装神弄鬼 而小鱼则是将怀疑的目光 看向一旁的小江 因为小江也曾进过境地 四日清晨 宇文普为了稳定人心 找来了一群和尚做法事 我重新再说一遍 等庄主绝不相信会有鬼 这一次 我只希望大家能安心而已 如果庄主真的不相信 是无头鬼索命的话 他干嘛一起和照过来开谈做法啊 就是 看庄主这样 我也开始相信了 宇文普一边强调没有鬼 一边又找来和尚做法事 反而显得有些欲盖迷章 让更多的弟子怀疑 博二庄的境地真的有无头鬼索命 发现什么了吗 在场的每个都有可能 但最可疑的是小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